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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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Hanson弄得你這樣 不要緊,只是小事 不要,不如我給你換衣服 然後我洗乾淨,還給你 不用…就當我還給他 我還是先走了,再見 麗經,不如我開車送你回去 別客氣了,再見 好,再見 看你醉成這樣 我拿著葉毛巾給你敷一下 你去哪兒 很難看你,你去哪兒 你不怕你自己去哪兒 你去哪兒 我去哪兒 你去哪兒 你去哪兒 走 Hanson,你醒了,你覺得怎麼樣? 我肚子痛 我已經整晚幫你敷熱毛巾了 我補了薑茶,一會兒你喝一碗 沒事的了 怎麼回來了? 你醉得連怎樣回來都不記得? 是麗經送你回來的 誰是麗經? 還有誰是麗經? 就是工廠的麗經 你日房夜房那個 為甚麼? 媽媽也想知道為甚麼 她說你在公園跟別人打架 對不起,媽媽 我以後不會了 為甚麼醉成這樣? 告訴媽媽,有甚麼事不開心 是不是跟耀群鬧了? 為甚麼你這麼問? 你整晚叫她的名字 我也知道你們最近為了結婚的事 弄得很煩很累,難免心情不好 不過… 媽媽 對不起 對不起 我跟耀群鬧結不成分 為甚麼會這樣? 因為耀群鬧裡的那個 不是我 我沒有需要擇自己嗎? 我不需要擇擇自己 我不用擇擇自己 兒子, 你醒了嗎? 醒了了吧? 好, 床調得高, 容易跟你聊天 我調高一點, 痛不痛? 不痛, 調高一點 沒事吧? 行了 好 頭痛嗎? 頭痛, 我叫醫生用止痛藥 你的頭 我的頭? 沒事吧, 我見到你沒事 精神神神, 我就整個人都聰明了 我煮了你最喜歡吃的柴魚花生粥 不過這樣, 要醫生一間巡房 我問清楚他吃不吃 因為有人說做完手術會容易吐 頭痛, 喝水, 喝水 喝水? 行… 來吧 忠叔 凱小姐 看來你精神不錯 是啊, 她沒事了 是啊, 忠叔 我買了一個座展給你 醫院的椅子很硬 你放在椅子上坐, 我會舒服一點 你真是細心 是啊, 兒子 來, 凱小姐幫你做手術 你快點謝謝她 算了 水 是啊, 喝水吧 我先倒水 幸好有你的口號 我才可以幫你做手術 我要謝謝你才對 這間醫院的醫生 這樣哄病人? 是真的 主針醫生要我幫你接駁血管的時候 我的心差點跳出來 幸好想起你的口號 我的心才比較穩 這樣說 就是我自己救自己 也可以這麼說 來, 喝水 對了, 她喝就能喝水 水喝得 可以喝, 慢慢喝 你們好像很熟 老頭, 我們小時候 人和海星 是家庭莊做醫院的 是啊, 你們做醫院的 是啊 老頭, 家裡的房子 那天啊, 桌子上 有一張CD 你幫我拿給美士 你真的記得嗎? 說口齒 謝謝 鍾叔, 我先出去 不妨礙你們了 謝謝你, 海小姐 謝謝 謝謝 爸爸, 你還沒睡嗎? 我本來想要你出去陪我吃宵夜 也看見你這麼感受 我不會打擾你了 你一向都很疼我 我怕你向媽媽投訴 我只是不僅人情 我哪會,你一向都這麼體貼 你只懂這些招式嗎? 不是,我懂很多招式 何時開始聽我和媽媽的年代這個 沒有,那天在朋友手機上 聽到這首歌 原來舊歌真的挺好聽的 你這朋友挺有味道 你看 爹地,是我選朋友有味道 看見你這麼開心就好了 早前我和媽媽見到我們在醫院的時候 我們怎麼擔心 其實很小事,你們不用擔心 我很快就要做人家姐 要做個好榜樣 對了,媽媽很快就要做超聲波檢查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兒子 是兒子,是女兒都無所謂 最重要是健康,平平安安出生就行了 你不是一向都喜歡兒子嗎? 我這麼恨兒子,會這麼疼你嗎? 那倒是,不過我也想要一個弟弟 有個弟弟可以陪你打球、行山 那我死了 那我逗老了 早安 新 Obseset Notre z mil stated 原來 吃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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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醫生, 寶寶的情況怎麼樣 寶寶很健康, 心跳很正常 可以生開胎, 你們可以放心 到底是兒子還是女兒 我也知道你們很心急 是個男兒子 不要, 媽, 我也知道這胎是兒子 以前的胎也不是這樣的 胎這胎是很辛苦的 他們說胎兒子是這樣的 真的好, 我喜歡有兒子 讓我教他打球、游泳、足球 還可以找他逛山、看賽車 你還可以教他追女兒子 還有做生意 說好就說兒子也無所謂 其實你心裡恨得出面了 我羨慕你而已 我羨慕你女兒經常陪你逛街 扮靚、購物 如果放了個大烏龍 這胎是女兒, 你會不會很失望 不會, 怎麼會呢 這胎是你十月的懷胎生出來的 就算是生成石頭, 我也養不吃 那不如你生成叉燒好了 你買了這麼多東西, 人家還以為你開托兒所 遲點兒子出生才買吧 買一定沒問題的 讓我寶寶出生, 我們就沒事去逛街 棒球, 我小時候幾乎打 我學過的, 不過來不流行 沒人玩, 將來一定要教兒子打 這樣他可以跟我玩 那個寶寶還沒出生 你何時等到他呢? 會走織手陪你打棒球 興趣要培養的 現在買定了, 開教 不如看看有沒有玩具計算機 快點吧, 現在買定了也適合 喂? 找我葉老闆 好, 一會兒見 公司找你嗎? 是的 那你回去吧, 不想陪我了 司機送我回去就行了 小心, 現在給錢 再見 還不是你弄鐵的, 收拾什麼呢? 我連我伙計也不用去收拾 怎麼敢勞煩你? 一樣 老蟹,這份是青山灣發展教育書 如果你看過沒什麼問題 你幫我簽了它吧 餘老闆,我椅子還沒人坐下 你就催我了,似乎心急了一點 是吧…請坐… 坐… 我不想浪費時間了 我計劃書都做了出來 我自問真的誠意十足了 老實說,你們榮海是不是真的打算跟我合作呢 當然了,我不明白 葉老闆,你怎麼會突然這麼想 你答應過我 說盡快把家電廠塊地皮讓給我的 不過我聽人說 你收購了那間廠之後 不僅沒有收拾了它 還將它發展得不錯 所以我在想 你會不會在這裡耍我 你一定是貴人事亡 我們上次不是說好了 我在半年裡幫你搞定這塊地 你要對我有信心才行 至於我們榮海內部怎麼處理這件事 你就不會是費心了 但我真的想不到什麼理由 相信你是有心跟我合作 你應該說 我想不到什麼理由 你們榮海要放棄跟我們合作 不是吧,老海 你用不著說得這麼嚴重 葉老闆 我不怕把我們公司的秘密告訴你 這麼多年來 我們榮海的爭取和你們合作 你說我們有沒有誠意 不過那間家電廠 畢竟是我的側 我也要做得好好看 向家人有個交代 那你最好快手一點 時間不多 半年時間現在只剩下一半 你放心, 我比你更加急 老實說, 如果沒有信用 我們榮海也不會有根本 我相信你 不過你別以為是吃著我 我跟你一樣, 很壞的 最討厭殺人要脅 如果我發覺有人令我下不了台 那我就會二話不說 立即取消合作 絕對不會有這種事 我們一定會合作預罰 你不見得掉了東西嗎? 還不收拾它? 家電廠 這個星期的生產銷售數據 全都在裡面 跟上星期差不多 沒甚麼特別 你們慢慢看 好, 我會交給總裁 沒甚麼, 我先回家電廠 方理經, 你別走 總裁有事 他要見一見你 又要見我? 我一定會搞定 總之下星期我們打球再談 快點, 快點請 好, 就是這樣, 再見 方理經, 我想要齊 家電廠客戶的資料 以及所有交易的單據 但是, 這麼重要的東西 他們不會交給我的 當然不會交給你 通家拿得到的東西 我需要花這麼多錢 叫你進去家電廠 但是… 不用但是了, 錢就沒有了 一個星期內, 你幫我搞定 做成之後, 還給你 總裁, 現在不是錢的問題 是我, 我不想再害海生了 我覺得我再這樣做壞事 會被雷劈的 就算你給我多少錢 就算我, 我也沒命響了 我不明白你說甚麼 你只告訴我, 你做還是不做 他真的已經很慘了 不做了, 我真的不能再做了 對不起, 總裁 要再做這些事的話, 你找另一個吧 你說甚麼 你要解僱我的話, 我也沒辦法 總之, 就這樣說吧 好, 走吧 Ha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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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裡? 行了, 爸爸, 你早就吃完了 是呀, 傷口不痛了 行了, 喝得開心一點 就這樣吧, 不用管 開星, 怎麼這麼晚來看我 不好意思 時間才來探望你 神經病 我跟我說你生病了, 你沒事吧 不是因為我做完手術 那天來探望我 太貧困了, 所以加了病 其實我那晚不是來探望你 我只是想找你聊聊 但是… 怎麼了?很少這樣 要說我不結婚 甚麼? 他說他心裡再服那個不是我 那他沒說是誰? 他說誰都不重要 總之不會跟我結婚 我真的沒想過 之前那天還在聊聊 去哪裡度蜜月 誰知道第二天 我還沒通知其他人 那些貼了, 媽媽說會處理 我現在在家裡 甚麼都想不到 其實你撞了車 還需要兩頭疼 我應該去上工廠幫忙 但我真的不想見人 神經病 神經病 這麼大的事情 不想見人很正常 更何況家電廠又沒甚麼 不回一兩天有甚麼所謂 別給自己這麼努力 還有, 別這麼絕望 你和妖群應該有空 連他哥哥都說勸不到他 叫我死心 那你告訴我 總之你還愛愛他 我當然愛他 他是唯一我想娶的女人 這樣就行了 你不是想叫我死纏爛打吧 不是叫你死纏爛打 我只是覺得 如果是他喜歡的人拒絕他 或者他會回到你身邊 怎麼了 姐姐, 你忘了嗎 我是他的舊同學 或者我查得出來 總之, 你不要轉頭或是 有甚麼事的, 等我去出院 我幫你處理他 謝謝 兄弟哥, 拜託 伯母 不好意思 這麼晚約你出來 Hanson真的沒有找過你嗎 沒有 伯母, 發生了甚麼事 我想他不會有甚麼事 可能我這個做媽媽的 多心了一點 伯母, 我和Hanson的事 真是對不起 耀琴, 你和Hanson 一向兩個感情都很好 為甚麼會突然搞成這樣 是不是Hanson做了對不起你的事 如果是, 你不怕告訴我 我替你教訓他 為甚麼 沒有, 伯母, 不關Hanson的事 是我對不起他 在你心裡 真的有另一個人你放不下 既然如此 為何當初你又答應和Hanson結婚 伯母, Hanson對我真的很好 好得我認為自己 真是可以忘記了以前的事 我當初真的想和Hanson白頭到老 但我發覺無法騙自己 我也不想騙Hanson一輩子 世事就是這樣, 往往不可能就這麼適合心意 不過耀琴, 你要記住 和你過世的人雖然不是你最愛的人 但這段婚姻未必你得不到幸福 結婚的人不是自己最愛的人 即是可以嗎 可以 和最愛你的人結婚 一樣可以得到幸福 其實兩個人相處一段時間 一久了, 幾均熱的愛情 到最後還是變了感情 幾平凡的感情 都可以找到愛意 這兩個之間是很難分的 伯母, 或者是我太執著了 等你去安心 等你去安心 好嗎? Hanson, 為什麼坐在這裡? 我忘記帶鎖匙回不去家 有媽媽在這裡 你不會回不去家的 媽媽 你還記不記得爸爸的樣子 你還記不記得爸爸怎麼笑 怎麼走路 還記不記得? 為什麼這樣問? 我以為有些事情永遠都不會變 就好像我覺得我這一輩子 都不會忘記爸爸的樣子 但是忽然之間我記憶裡面 我覺得爸爸的樣子很無聊 有些事情失去了就失去了 勉強也勉強不來 為什麼感情可以說變就變? 怎麼可以這樣? Hanson, 我知道你現在很難接受 但是與其結婚之後要群才變卦 那不如早點分開, 早點忘記去吧 阿美, 我就需要探望林大 他說他會幫我查要群心的誰是誰 Hanson, 隨緣吧 阿美, 你人生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你始終會遇到一個 你愛他, 而他是真心愛你的人 你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重新振作 繼續走你要走的路 我明白我的媽媽 但我想我需要多點時間 好, 回家 來吧 這位病人這樣打機發對眼睛很疲勞 這位醫生也很嚴厲 是呀, 不過剛才已經有人來巡房 不知道這位醫生是不是偷懶 所以現在來補鑊呢 我知道你今天出院了 趁空檔就過來恭喜你 你不會告犯我吧 你這麼關心我, 我怎麼會告犯你 你的傷口還沒有完全康復 記住不要做劇烈的運動 和定時細傷口 知道了, 可醫生 忠能大, 不好意思, 其他大 那女生今天又送家燕子來了 你女朋友也挺好看的 每天送家燕子給你送藥 是女朋友就不用思思叔叔了 我不吃家燕子的 不如這樣吧, 姑娘, 還是你要吧 你昨天給我說的, 我還沒吃完 那呀, 那分給其他姑娘吧 那好吧, 謝謝 先走了 拜拜 那我也不妨礙你了, 拜拜 拜拜 好, 回到我家裡 沒有燒烈的水沒有? 是 兒子, 今晚我做得很厲害的 你吃吧, 補給我 好… 不要進房間, 很快追床 兒子, 你別這麼大動作 把傷口都弄傷了 很緊張的, 沒事 緊張? 我也不知道多緊張 你也不知道 我最近也不知道多不安心 我整天都睡不著 我怕了, 我幾乎害死兒子 神經病, 爸爸 沒事, 說你這種話 那倒是吧 如果出事的時候 你不是故意扭過太太 受傷的那個就是我 如果你有事 我真的一輩子都不安心 好 爸爸, 父親是父親 有什麼事, 兒子出來頂好應該 爸爸, 現在沒村沒難 不要怪自己, 好不好 那就是了 你每一件事都為我著想 反而我這個做爸爸的 不懂得避忌, 嘴巴說得好 你明明… 幹甚麼… 你的傷口痛嗎? 我爸爸幫你看看 你突然痛, 突然不痛什麼事 不知道, 可能你一說這些我就痛 一不說我就不痛 臭小子, 你不要玩爸爸才行 我真的害怕 不是, 耍你嗎? 那是兩兒子爺 你心痛也不痛 好了…總之你爸爸不再老肚了 就像你所說 現在我們父子倆一條心 你媽媽死了早, 要不然… 行, 不說, 爸爸不說 爸爸做一頓好東西吃 那就乖了 別這麼大動作 好 好… 我沒有偷東西 剛才有一份文件要你簽 見你還沒回來 我就放在你桌面 見你桌子那麼亂 我幫你收拾而已 不信就算了 我知道那晚是你送的回來 謝謝 不用謝我了 那我以後就冒險你了 聽不懂就算了 大經, 快聲 你沒事了? 還快上班? 別勉強了 沒有了我們拿手這麼一輩子 家庭創有甚麼事, 難為怎麼處理 沒有理會沒問題的 一切運作正常 而且海太還接了一張大訂單 沒有你在這裡也不知多清淨 我們好像未熟得可以開玩笑 是你沒有心情開玩笑而已 對不起, 說錯話了 又欠你一次 好了…開工了 有甚麼要我跟回來 來, 去跟回來 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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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錯了什麼? 沒什麼, 沒說話 是呀, 今天大家一起來 我想請大家吃飯, 慶祝一下 你幫我定位吧 慶祝呀? 現在這個時候還有心情慶祝呀?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你覺得最近公司發生很多事 臨大撞車, Henson就結不成婚 大家應該沒什麼心情 其實舊的不去, 新的怎麼來 既然那個竹小姐的心也不在 那我們… 林大, 你怎麼這麼緊張? 沒有, 有一批新貨來了 想看麗京和我女兒太太 你剛回來, 慢慢來吧 麗京, 你和她走一趟 那我趕你, 快點 你剛才不是和凱太說了要群的事嗎 你怕我和她說你和竹小姐的事嗎 當然沒有, 我剛才和凱太聊天 我只是和她說過 既然你沒有說就行了 我只是想你小心一點 你呀, 根本就是作賊心虛 竹小姐肯定是因為你才悔婚的 所以你覺得對不起凱生? 我早就跟她說得清清楚楚 是她一相情願, 我不知道會弄得像可星 這些事我不想知道 總之我不是一個八卦的人 我不會亂來唱的 竹小姐, 她打電話給你 我猜中了 我先走了 你沒事吧?不要嚇我 有事想找你幫忙 我沒想過你要出現了 你可以來, 我很開心 有事應該三個六個講清楚 好, 我先坐下 謝謝 不用了, 我坐一會兒 我想你也知道我和Henson的事 我知道你跟他好朋友 我這樣做, 你可能會很為難 我沒有為難, 我只會覺得海星很慘 如果你因為我不和海星結婚的事 我會覺得你很傻 你做這些事對我沒有意義 我已經是我的女朋友 我不相信, 你不要在這裡說謊 我知道你還在生氣 當年我對你做的事 但你相信我, 我當時才是不不得已 我對你的心真的沒有變過 我對你已經沒有感覺了 我不想再浪費時間 那個是我女朋友 我不希望我女朋友再誤會 以後不要再找我了, 我也不會再見你 怎麼樣?她信不信嗎? 她信不信 火嫂, 你知不知道你剛才的行賣叫甚麼? 非禮 我知道, 剛才我如果不是這樣做 你不會相信的嘛 你現在說甚麼就沒有了 我跟你很熟嗎? 你要我做多次排也有限度的 人家這麼大, 女兒都沒被人疼過的 應該留給我男朋友的嘛 壞人, 壞人是你 你沒事吧? 沒事, 總要你沒事 你沒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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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以為我同情你 沒事吧? 沒事吧? 來, 媽媽, 做甚麼? 想送你回家, 又送你去醫院 不用理你, 你不會有機會 剛才是迫縣無邏 最好請你吃飯報復了 算了… 那讓我送你回家, 如果我不放心 好, 媽媽 下次站在前面 好 媽媽, 我回來了 來, 你那個妹妹 又說不回來吃飯了 搞得三送兩湯, 我們要吃清香 你怎麼樣?你怎麼樣? 看看, 臉青口唇白, 頭又痛了? 吃藥了嗎? 來, 媽媽和你練幾下 阿京, 你最近好像痛了 三天不是兩天你就痛了 這樣下去不行了 是不是問題大了? 不…明天我請假 陪你去看醫生, 好嗎? 不用了 當然是這個小朋友在我的腦裡 覺得悶, 故意出來搗亂 現在的腦袋好像發作了 頭已經不痛了 是呀, 但是你這個問題 始終不是小問題 去查一下大家都會安心一點 你放心吧 過幾天就去覆診了 不足夠幾天了 而且醫生也說過 這是正常的現象 這個小朋友住在我這裡 我就最了解他的了 他沒甚麼惡意 你看看我現在多精神 還有我很餓 你這三送兩湯都不夠我吃 可以可發了沒有? 沒問題 我正在煎魚 你這個傷口康復得很快 當然了, 多偷開 你的衣術這麼好 我爸爸的湯水這麼補 你的傷口雖然有點疤痕 不過不是在臉上 我想你不會太介意的 不介意, 難不停有兩條疤痕 才夠男人 你不怕, 用你膨脹身也好 膨脹身? 對, 遇到你惡人 不打也能嚇壞 好了, 先拆掉你 爸爸最安心 我想鍾叔一定很擔心你 是的 他又經過我的傷口發炎 每晚就爭取和我洗傷口 就算夜夜下班 也回家煮湯 讓我回去喝 怎麼怕他 可能今晚癮於他 跟他吃頓飯 你不怕才能吵 你這麼孝順 中叔一定不會覺得辛苦 是的 我可以令消炎藥和止痛藥給你 以防萬一 謝謝 都差不多吃飯時間了 不介意一起吃飯 我稍後才有個患者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在樓下可以吃嗎 好, 沒所謂 你可以吃這些東西也挺好吃的 我們工作時間很長的 周不時都要在這裡吃足三餐 如果東西不好吃 會很影響我們員工的士氣 對了, 這裡的咖喱和檸檬批 很有名的 你一定要嘗嘗 下次吧 對了, 其實還有件事想問你 你知道這藥是醫藥嗎 這藥?為甚麼你這樣問 沒有, 我看有個朋友經常吃 我打算多問他, 關心一下他 如果只是吃這藥 我就不可以肯定你朋友有甚麼病 不過這藥是用來醫有關的慢性頭痛 對, 他經常頭痛嗎 如果是這樣, 可以有很多可能性 例如一般的偏頭痛 如果嚴重一點的話, 可以是腦瘤 腦瘤? 其實我現在只是純粹喘測 沒經過臨床診斷, 完全不作準 如果你真的覺得你朋友很嚴重的話 你應該帶我去腦科醫生檢查一下 又或者我也可以介紹一個給你認識的 算了, 我的朋友很年輕 我想都是偏頭痛而已 而且我不知道他想不想讓人知道 我還是想多問他 如果突然真的有時間可以幫他 媽媽, 財政報告不錯 月美絕對可以拿給榮海看 你還擔心甚麼? 如果到月美沒事沒幹, 那就好了 媽媽會有甚麼事? 可能是我想多了 我們的營業額雖然有大幅度的增加 但借貸的客戶就越來越多 我們手樓上的流動資金就越來越緊張 我怕萬一有甚麼突發事件發生 媽媽, 你放心吧 我跟林大計算過了 只要熬到這幾個月 等費訂單做完之後 資金就會回籠 到時連本帶利, 我們手樓上會鬆動很多 對了, 阿忠他收緊百灰行的筆數 回來就可以預約了 阿忠, 阿忠, 別再說一張單 等鍾索回來, 我簽一張電匯單給他 到時找人會去新加坡那邊 我會回來跟老闆詳細研究你們的報價 會盡快答覆你們 好, 等你好消息, 阿忠先生 好 阿忠, 阿忠先生 阿忠, 阿忠, 阿忠 我相信你 這件事, 成數據高 你呢?相信你嗎? 甚麼相信你? 你知道我說甚麼嗎? 賣東西送給人 我也不懂得買這些東西 其實買東西給女生 總要是有心意 款式簡單單單, 大大方方 有些意思就可以了 阿忠, 阿忠, 阿忠 阿忠, 阿忠, 你不要找我 你上次說那個人 根本對他沒有意思, 是不是真的嗎? 是, 總之是給點耐性 他一定會找回來的 你現在最重要的是 買一份禮物放在身邊 他一打給你 無論三公半夜都好 就馬上送過去 這樣才打給你的誠意 我看你這樣, 我陪你去玩 家電廠這幾個月的財務報告 你看完之後又怎麼樣? 表面上他們的營運發展非常順利 訂單也有機營的增長 但是我留意到有一個隱憂 他們的流動現金現在非常緊張 我想也是剛剛救他們日常的調動 那你覺得我應該怎麼樣? 我想還是要找回方麗經 除了他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有別人 可以讓家電廠的資金出現問題 好, 你告訴我 如果這件事他做得好 我們發商輩也發不給他 如果他真的良心發言 不想我們榮在這裡做的 那我叫他執包房走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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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著自己, 拿到了一切 所有父母都希望把祝福帶給子女 包括健康、快樂、財富和智慧 父母對子女的牽掛是一種祝福 而子女給父母的牽掛是一種溫馨 所以無論去到哪裡都好 我都希望我們可以帶著父母 給我們的牽掛和祝福 為了實進取, 愛到一槍角往後退 明明幸福, 伸手就靠, 怎樣追